毕业旅行游日本真的好开心 就是看着日本实施免税新制 还有日币一点再扁 目前和台币汇率值逼1比4 种种诱因下 让以往地旅爱往泰国跑的大学生 也将足迹往日本移动 想说留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 大家也喜欢去日本 所以才想去那边 一方面是物价方面 那我也想去看看那边一些文化的 多久会去日本玩一次 这两年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大学生秘旅区块王北宜 地点大多选在金板地区 利用五天四夜的时间 看遍知名景点 当然还有必去的迪士尼乐园 难怪这次旅展 许多业者推出东京五天四夜 含税免9000元 不但大学生爱往日本跑 就连私立英语学校幼稚园 也特别推出游日亲子团 六月下旬出发 由东京货北海道 五天四夜行程 还有日籍老师全程陪同 日本旅游不断延烧 消费者精打细算 就是要称日币贬值省旅费 花相同价钱 却更能玩得尽兴 记者张哲如谢为台北报道